专家分析认为 中国经济或面临停滞 而这将导致德国对中国的出口减少 与此同时 中国自身会加强出口 从而加剧在欧洲市场与德国产品的竞争 德国之声中文网 Messler资产管理首席经济师沃克 Edgar Walk向明镜周刊表示 中国房地产危机 不但令中国国家领导层警醒 也对德国和世界经济带来影响 他表示 从房地产业来看 碧桂园等诸多房企已经没有储备资金 无法再支付其债务 而中国经济过度依赖房地产业 沃克分析中国的经济模式 认为中国企业数十年来 受益于低利率低工资和出口导向 在国内 政府则向房地产市场和基础设施建设 大举投资 如今 随着房地产价格下跌 以及买卖房产不再赚钱 消费锐减 经济停滞 双重影响中国 原本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如今 沃克认为 这一角色正在消失 中国对西方产品的需求减弱 而德国出口商首当其冲受到影响 此外 北京自身也努力扩大出口 并具有人民币走弱的价格优势 这意味着 德国企业在世界市场上 面临更大的竞争 这是一种双重影响 沃克指出 除降息举措外 中国已无法再向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注入多少资金 因为已经过热 他认为 中国领导曾要增加民众的购买力 需要提高工资水平 增加社会福利 但这意味着 中国的出口业会面临更高的人工成本 沃克因此预计 中国经济可能会陷入停滞 而对德国来说 这首先意味着 对中国的出口会大幅下降 RBC Blue Bay资产管理公司经理道丁 Mark Dowling也认为 北京能采取的措施不多 从许多角度来看 中国今天的问题 都与日本1990年代所面临的相似 中国在欧洲进口中的份额增加 德国减少 与此同时 德国经济同样面临疲弱的问题 周五 联邦统计局公布的第二季度 不完全数据显示 在连续两个季度萎缩后 4-6月 国民经济水平与年初持平 德国经济研究所 本周发表一份研究 认为2020-2022年间 中国在欧洲进口中的份额大幅上升 这首先反映在较复杂的工业产品领域 而这本是德国的优势领域 与此同时 德国所占份额则有所下降 该报告还指出 中国的出口业受到国家补贴 而德国由于能源价格上升 通货膨胀等原因 则面临竞争压力 比如化工行业 而在电动汽车领域 尽管中国的出口基数还相当低 但也正在设法抢占欧洲市场 不过 德国化工业巨头巴斯夫 念对本国成本上升和裁员的同时 在中国大举投资 预计在广东汕头 投资达110欧元 开设新值 报告指出 自2005年以来 德国在欧盟进口中的整体份额 以及在大量较复杂的工业产品的份额 持下降趋势 这一下降趋势 目前在许多领域都有所加速 报告认为 中国在欧盟本土市场上 日益对德国经济界构成竞争 货盟本土市场上 除了沉重来顺地的cie